神让我第一次成为戏剧的制作人 这不是神机什么才是神机啊 到底有没有我 我会不会有我的演出吧 小甜甜走报私生活状况大被退教会 徐晓克也切割宋一鸣 言行被控制 当制作人遇到很多的麻烦跟平静 我就其中一个 因为我突然简讯问他说 到底有没有我 我会不会有我的演出吧 A小甜甜不知角色被换掉 还被报移退出宋一鸣所属的教会 疫情发了 幸福在疫情 这道火线得拉回到上院 宋一鸣的新戏开进记者会 当时小甜甜唱聊凯乐近况 疑似因此惹火宋一鸣 没有 我觉得我是会支持他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如果他不想要做演艺圈 就会不做演艺圈没关系 其实真的蛮久的对 后来都是可能就只有传传讯息这样子 生日快乐或什么的这一种这样子 是他也还来看过很久的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还是会祝福这样子 但我也就是不知道他现在的整个状况啊什么 你家人在谈论 我真的也不知道对对 你有到一年有吗 有啊 有特别的 真的有一阵子的 当然也没有说什么事情发生 就没有联络 但是是慢慢的 我觉得就是他好像有他自己的人生规划 小甜甜透过经纪人对此回应 因为理念不合才退出教会 更换照风波无关 对于记者会模糊焦点 他坦言对于记者提问都会回答 当天也没说到什么 不晓得报道会变成这样 绝对许行接受 但是雷一起发光教会 缺乏生命反击 在基督徒服侍的生命当中 只有生命配不配得在祭坛服侍 并没有所谓的换着 你要不要醒觉 你要不要醒觉 小甜甜在面对私生活生命有极大状况 以及造成小组员们的一些是非冲突 和彼此嫌隙 无数个夜晚流泪陪伴祷告 仍无法在真理及爱中感动小甜甜 最后小甜甜仍不停劝戒 只能忍痛暂停他在教会祭坛上的所有服侍 而宋布什写得很清楚 小编我看得很模糊 先不思考是不是所谓情了and到了 双方对质内容也曝光了 宋一鸣在群组询问小甜甜 我什么时候数落过你或是对你有怒气 不是一直都用爱心乃心陪伴 帮助解决你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和冲突 难道你们忘了吗 表示暂停教会服侍和换脚 是因为小甜甜官司正在诉讼中 请他离开教会是因为他在小组中倒是非 造成组员嫌隙 又在外说一些颠倒是非言论破坏教会 你都可以不承认 但这些都是事实 我们有人证也有误证 强调自己相当痛心 也认为小甜甜应该道歉 这一切对我的打击还蛮大的 小甜甜透过经纪人澄清 甜甜的私领域一直没有太过复杂 就是工作 加上为人母后更多时间在小孩身上 至于夫妻间的关系 目前有公婆协助协调 先生先回家和公婆住 等彼此冷静再来进一步讨论 各位我们要同心合一 我们要彼此宽容 我们要认罪悔改 同时三立新闻网也独家证实 阿伯和徐晓可已经离开宋一鸣教会一阵子 原因是不习惯言行被控制 期间他们被禁止接触别的教会教友 选择离开后也不被宋一鸣的教会谅解 只有在里面的人感触比较深 还好我们及早离开了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要亲身走过一遭 才会知道原来如此 我觉得时间会证明一切吧 对于小甜甜和徐晓可 夫妻退出教会 宋一鸣再度发声 留一些时间让别人慢慢认识我们 心中当然有不舍有难过 但真理就是真理 是不容轻忽的